我觉得这一节我可以讲深入一点 那第一个我常常讲的反习不反共 倒倒一场空 海外很多刚刚讲的新三反运动 就所谓反核酸反风控 而且要反倒退 但也没有说清楚是反中共 他只是说反这些事情 他觉得中共是开倒车 其实中共从来不是开倒车 他本来就是一个地狱 只是说地狱的东跟西而已 策略的转换而已 而且有些 比方你看到那个劝退请业人书 他们都是一开头那一段就说 我是不反华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不反共 之后说 他是希望共产党永保执政的 但习近平是见夺到这个地位 所以要反习不反共 所以整篇四页纸的我看了一遍 我觉得说是有这个痕迹在 那这些是他真心一些海外的民运人士做的 还是出口转 中共的出口转内效的一个策略 不知道 但是我也不敢猜测 重点是这些事情 不足为一个真的民主自由的风格 第二点是 所谓的二十大的主席团常委会 有人说是最后一个机会 那看看那个反习的势力 或者元老能不能够扳倒习近平 那这个我们知道中共现在有超过九千六百七十万 一万名党员 他们会选出选出四万挑一 选出一个两千二百九十六个党代表 那他们会组成有三百七十多人中央委员会 上面会有一个 那个他们有一个党中央 那这个是中央委员会就是党中央 那这在上面政治局二十五人 政治局常委七人 只有一人独裁习近平 所以这个架构现在是这个样子 那未来的情况 就是七中全会 两千两百九十六名的党代表会开会 那开会基本上是不是 大家都以为说 举手都有自由意志发表意见的 其实你要知道 这是不太可能 一个所谓的二十大的召开 重要是他们之外还有个主席团 之内都有个主席团 两百多人 主席团还有个主席团常委 就中共党代会的主席团的常委会 那个大概三十几到四十几人 大概是绝大部分是中共 就上一届的所有的政治局常委 跟委员 还有那个以前的退休的 或者原来的政治局常委 所以有老人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情况是 会不会最后反戈一起 最后投票会把习近平选下来呢 我觉得机会不会太大 原因是什么样呢 因为之前他会 事先会叫个别谈话调研 调调解 这是五年前 2017年4月下旬到6月 那个习近平跟每一位 57个官员跟元老 一个一个党横国家的 那个领导同志 那个中央军委委员 党内老同志谈话 个别拆解 逐个忌破 第二个事情是 他在开会时间全程监控 第三个是事后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诡异的时候 威胁你的家人 而且整个党待会 都是在密不透风的情况下进行 何时何地 那虽然大家知道 和京西宾馆 但是怎么样进行 那什么怎么投票 完全是一个密不透风的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说结果不满意 就把那个人拉走 推倒重来嘛 就像史大林一样 就把人拉走 而且你要知道 中共的这些党待会 是橡皮涂章 他所有事情事后都串好的 如果橡皮涂章不好用 就改开一个党内生活会嘛 开一个中南海台的秘密会议嘛 以前不是这样换掉胡耀邦跟赵紫阳吗 所以这个事情 通通都可以这样做 问题是暗涌会不会在 我看习近平呢 我觉得有点类似是 以前布列日涅夫时期的时候的苏联 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挑战他权力的人 有 但是呢 布列日涅夫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极权的国家 他严控所有事情 在以前 毛邓时期 都有所谓党派的斗争 所以用党派主义的思维 在当时候是对的 因为当时候 有战争跟内战 还有内斗的影响 有高刚 有刘少奇 有那个林彪 有四人帮 也有那个军头 还有邓小平 周恩来一挂一挂 拉一派打一派 与天都与地都其得无穷 邓小平呢 一边是胡耀邦赵紫阳 另外一边是元老 还有陈云啊 李先念 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姚依林啊 那一些邓 等等人 比方李鹏等等人 所以这一些人的话 基本上一挂一挂 将也要拉拢那个老人帮 元老帮 也要去平衡 开始的时候平衡陈云跟邓小平的关系 后面一个一个打倒之后 他比较势力扩张了 但是也要跟共青团合作 所以那胡锦涛的时候 更加是集体领导 分灶吃饭 习近平到第五任 有一个特征 他在十年前就开始 把这一些团派跟相争 一个一个打倒 打倒之后 他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情况 我不会认为说 他会拉拢那些元老 有什么样的作用 那元老包括什么 105岁的宋平 96岁的江泽民 94岁的那个朱镕基 胡锦涛 温家宝 这些元老们能够形成 扭成一股蛇 来索命吗 会套死那个习近平吗 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我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甚至一天都显长 但我觉得那个机会 其实是不大 那在目前情况下 这些人他是元老了 这已经退休了 他是保自己的家人 而不是保这个国家的 所以寄望于这些人 去把习近平套紧那个锁子 来勒死他 机会我觉得不到 那我们看到元老政治 跟那个派系主义 都不可能用来精准分析 中共的情况 因为派系立足的点 并不是政见或者观念 而是关系跟权力 而且现在习派一派独到 我觉得未来的情况是 习派下面 他有很多的福建帮 浙江帮会内斗 所以真正的斗争 是可能在二十大之后 会上演 所以我认为说 未来的情况 不要寄望于派系的斗争 或者派系主义 元老政治来看待中共的政治 因为这个情况 已经时宜事宜不一样了 我们应该要用这个 他派内的斗争 来去看事情 但是这个情况 如果中共的 中国的人民 中国的公民 没有觉醒的话 我觉得都是徒劳的 我们希望了解说 大家都要注意说 习近平的独裁 会这样子延续下去 反习不反共 到老一场空 是 好我们现在看到 请教教长大哥 现在中国经济 是受到清零政策的重创 金融危机可能在酝酿爆发 彭博社的刊文 预测在明年春天 中共应该会放松防疫政策 重开边境 不过中共在二十大前 升级了防疫 而且官媒人民日报发文说 要增强对当前 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 跟耐心 似乎要坚持这个病态式的 动态的极端清理 所以请教吴老师 这是我反映了二十大后 他可能在经济上面一些政策 或是他内政的一些取向 对这个现在观察 不止二十大的人士 跟路线的较量 而且还要估计一下 展望一下二十大以后 这个中国的经济路线 这里面这个所当其冲的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极端清零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相当于 经济上的自杀 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谈中国经济没办法 极端清零这个路线不改的话 中国经济不但向下沉沦 而且等于是在自杀 等于是说这个往崩坏的路线 一路狂飙到底 这个极端清零不只是病态 它其实是对中国经济自己 非常不好的一个路线 那现在我们看起来 这个极端清零表面上是在对抗疫情 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这个疫情 哪怕在台湾或者在西方国家这边 都已经认定说 这个疫情已经到尾声了 这个所谓新冠病毒的那个作用 越来越接近那个流感 它的致死率的话 甚至于比其他疾病都低 那对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发展 你还坚持极端清零 那目的已经不是对抗疫情本身 那我认为它有其他几个目的 第一个首先 它以对抗疫情为名义 来做社会监控 包括对老百姓的监控 你看它这么不合理 这么病态 结果上海人也不过在 这个房子里面敲锅子 没有看到像香港那样子 走上街头的那个抗争 抗疫 没有 你看不到 再来对那个所谓政治元老 甚至于对上海帮 江派等等 等于在做监控 做社会监控 所以它这个对抗疫情是名义 它第一个 它在做社会监控 社会监控也在预防将来 如果社会不稳定出现的话 它如何应对 包括武警公安军队各方面 都在预演 等于在预演 将来如果情况恶化的话 那么这些维稳的部队力量 能不能顺利运作 再来第二个 它取得核酸检验的商业利益 这个部分的话 产生一个效果 就是它的财政危机的问题 要帮忙缓解财政危机 所以现在这个 另外它这个极端清理 还可以除了缓解财政危机 取得商业利益之外 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为经济的危机找借口 现在你已经难以去说 就算没有极端清理 其实中国经济也问题很多 那现在干脆用极端清理 把经济一路坏到底算了 你也无法说出来 是因为对抗疫情 造成经济的那个严重下滑 还是说原来对治理经济 就有出问题 习近平的一些经济治理 从什么产业监管 共同护育一大堆 还有缺电 那个很多经济上的问题 制造业服务业都受影响 那这些问题在疫情爆发前 已经存在 现在疫情一下来的话 整个模糊掉了 很多人不晓得说经济不好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的 还是因为你的经济治理 本身就有 原来就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知道 核心的问题 当然是你的路线的问题 就是你跟美国的关系 到底你是联合美国对抗俄国 还是说 你现在是联合俄国来对抗美国 所以在美对美关系 对俄关系上面 其实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路线 就两个极端清零 跟联俄抗美这两条路线 跟美国的关系好了 就这样简单讲 这两个才是决定 他经济路线的两个重要的东西 那这两个问题 你不解决的话 你光是去讲 财政危机 房地产危机 事业危机 这些表面现象的话 当然也很具体 但是必须看出来 他背后的两个关键因素 就是极端清零 跟对美关系 那如果二十大以后 这两个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谈他的经济路线 无法乐观 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 他这个 以对抗疫情为名义 来做了这些极端清零 跟社会监控 他还做一个最坏的打算 万一真的经济崩坏 万一真的被围堵 那他就是走回北韩模式 就是中国变成一个特大号的北韩 或者叫西朝鲜 那就是说 他要追求这样的模式来做到维稳 其实对抗疫情已经不重要 重要是他在维稳 他在监控 那这样的结果就是 在党内 他有一个理由可以交代 就是他在保党保政权 要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所以他已经不是在算经济账 他自己讲 他在算政治账 对吧 所以习近平的想法变成说 反正对美关系 已经没有可能改善 那整个国际关系的崩坏 大概也没办法改善了 他已经放弃 跟西方和解这种想法 所以他现在在做最坏的打算 万一真的情况坏下去的话 那么可能必须走回 计划经济那个劳碌 所以他会说 当年20人政权也没垮 你看北韩经济这么糟也没垮 所以他现在心目中可能越来越浮上台面的 让我们看得到的 就是中国在做维稳 超级维稳 极端的维稳 然后整个经济跟社会走向北韩模式 特大号的北韩模式 是非常可能的 现在是这样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有值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